蔡同荣委员一生推动公投 所以在社会上有蔡公投的绰号 现在民进党变成蔡英文封杀公投的蔡沙头 蔡沙头领导蔡政府摧毁公投制度 为伤害台湾民主立下耻辱的里程碑 所以蔡沙头背叛了蔡公投 民进党可以说是靠公投起家 在公投还没有立法的时候 他们就在地方办咨询性的公投 陈泰匾总统任内两次公投榜大选 力推军购公投 讨党产公投 入联公投 民进党在野的时候 蔡英文主席主张美牛公投 并签署重启美国牛肉谈判 公投联署书 2010年两岸经济合作价格协议 ECFA签署之前 蔡英文特别要求鸟轮式公投法 需要修正 并发起联署要将ECFA交付人民公投 她这个联署没有成案 蔡英文扬言要重返执政之后 就要发动公投废止ECFA 不过到现在为止她都没有做这个事 公投绝对是民进党的神主牌 但是我们看到2016年民进党重新执政之后 在蔡英文总统领导下 是如何违反自己当年坚持的理念 背叛神圣的公投 因为2018年九合一选举的时候 同时举行公投 结果使得民进党大败 他生怕公投绑大选会影响蔡总统的连任 所以他悍然的修恶公投法 大大限制了人民公投的权力 成为铁龙公投 全党上下都成了公投大叛徒 蔡总统委员了一生推动公投 所以在社会上有蔡公投的绰号 现在民进党变成蔡英文封杀公投的蔡沙头 蔡沙头领导蔡政府摧毁公投制度 为伤害台湾民主立下耻辱的里程碑 所以蔡沙头背叛了蔡公投